来自于美丽富饶的克尔克登奇 在生活中我是一个爱笑乐观积极好战力强的人 大学期间做了一些小买卖 也做过两年的暑期导游 今天呢我想应聘一份运营类或者消失类的岗位 谢谢大家 他们家庭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 良田千情牛羊成群 家里有多少地 有四百多亩 四百多亩 你算去吧 一亩六百多平米 有多少头牛和羊 前一年的话也就是几十头 羊呢 然后羊的话 今年现在剩五百多只羊 一只牛一只羊一万块钱以上 大家算一算这个钱 就知道钱 我们想象的是良田千情牛羊成群 成群的美景 好不好 你就知道磨刀霍霍像牛羊 羊是怎么叫的来 怎么叫的 羊的话就是 再叫大点声 成年的公羊怎么叫 成年的公羊的话就是 好象啊 你家里这么好 你跑来找工作干嘛呀 我感觉就是像这个我们 从我们当地出来的这个年轻人 不可能就是这个投入在 投入到这个养牧呀 或者是种地呀 这方面 你读的大学是保定学院的物联网工程专专业 还是个比较新型的专业 是吧 对 你专业成绩怎么样啊 专业成绩的话 也不能用一般来说 就是倒数吧 就这样 你是不喜欢这个专业 对 我是不喜欢这个专业 那你选的干嘛 因为这个 从这个高中毕业的业之后 然后我这个 考了考大学的时候 是我是出的像的 然后他是比我高两届 他在保定这边 也就是说你是追你女朋友 追到那去的 对 可以这么说 还谈着吗 谈着呢 好好好 那就值得 那你这个专业不喜欢 那你在大学里干了啥事呢 大学里边可以说是没闲着 可能是我这个 我兴趣在这 我就想做点什么事情 从那个大一上学期开始 我做这个校长分期的兼职 就是那种地推是吧 算是吧 之后呢 我还做了这个 卖这个学校的移动讨 移动讨 售卖 什么级别 什么级别 就是最高级别 最高级别是什么级别 总代理 对 总代理就算是 大二的暑期 还有大三的暑期 也就是今年 做了两 做了这个两个暑期导游 还做导游 你们家不缺钱 你怎么这么 把大学的时间都拿去挣钱去了 我建设东西还少 我需要做一些东西 那你专业及格了没有 你拿到毕业证了没有 毕业证的话是能拿到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我觉得他强大的心理素质 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只有非常强大的原生家庭才能给他这样的自信 还有一年毕业是吧 对 你这次来找实习工作是吧 这次的话 说是实习 其实我感觉如果碰到这个志趣相投 这个有吸引力的公司 比如说这个 安东里大米 你倒是跟他气质挺配的 安东里大米 还有这个桂园有机奶 也配 气质也配 然后还有这个 剩下的就是两家这个 我干过的 就是我干过 因为我干过导游 这个溜人游 还有这个四海楼户外 都是实干家 这四位 你要多少钱一个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职位 我干 我想要的是这个运营港 如果运营港找不到的话 可以这个销售港也可以 你会运营吗 不会 因为我感觉我之前做的事 好像是就是运营的东西 你专业曾经怎么样 反正不行 到处自己 你就会不会 不会 你倒是挺直白的 我倒是觉得他比较适合 去做2C这种项目的 这个企业 2B的这种企业 可能不太适合于他 有 他歧视 你说你做不了2B 我感觉这个2B 也没什么难的 而且我感觉我个人的 这个审美也好 这个价值观也好 这个世界观也好 我也不差 我感觉 你要多少钱 要求不高3000 这么低啊 因为我写 我写的是这个 常德最好 刚才你说的有这个导游的经历 对 你是做导游的哪一块是怎么做的 我就是直接带团 直接带团 没带过团 你就直接带团 对 在第一环节我们还是就听你这个嘴巴一直在说 咱们来个真格的好不好 销售吧 你试个销售好不好 试个销售的话也行 行不行 你就把你当初的旅游项目卖给在座的哪一位 张总吗 张总 你好张总 咱们出来玩这个 咱们赶上这个周六周日出来玩了是吧 来到咱们石度 最大的特色就是玩这个漂流 漂流呢 就是可谓是这个石度旅游的灵魂 咱们有时间玩玩这个石度 咱们去去草原 去去山东的海边 是吧 灯一灯长城 小伙子小伙子 我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不问一下他的需求 他愿不愿意 他考虑的他的需求是什么 他现在假设我不愿意再说服我 他都没跟你说话的机会 严潔我问你啊 听不明白 如果我晕水怎么办 晕水的话咱们这个 我刚才忘说了啊 咱们这个水的话 水的话这个是这个 只有成人的膝盖这么深 晕水的人能玩漂流 对 我一上船我就晕不去了 不至于我感觉 我就是这样 因为我带了这么多优客 我没遇到过 我比较特殊 您晕水的话啊 您晕水的话啊 这个 可以这个 可以这个什么 可以不看水 把眼睛闭起来 不看水去漂流 干什么 因为咱们躺在这个皮革顶上 看天 您可以自己就是独自啊 躺在这个皮革顶上 躺 躺下来 躺下来 那不叫漂流 那叫漂湿 他晕水 你找个没水的箱 我推给他 好了好了 等一下我告诉你哈 你在做推销 推销是 你可以推销 但是你要考虑对方的需求 和你提供的产品 能不能搭上 你晕水没关系 你可以不看水 他这个 从销售的角度上来说 有很多的瑕疵啊 我感觉啊 这个小伙子呢 他是有一股充劲 对 有想做生意的小头脑 但是现在的层次还上浅 更别谈什么运营了 能够到一线城市来 做好销售的基本功就不错了 3000倒是不高 3000我觉得还是给生人 3000是吧 运营和销售 对 3000的话是成德 地域不限 3000是成德 北京是多少 成德最好 北京的话加一千就可以 好 那倒是不高 第一轮选择去货累 还有十盏灯 天生我有才 草原小王子 我问个问题 草原小王子 草原狼 草原狼 对 是这样 我觉得你挺敞亮的 然后感觉也挺江湖的那种气质 我就想问啊 你有一些小聪明 你愿意帮企业省钱去做采购吗 可以 我从内申数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充分自信的人啊 就是在90后这个阶段 为什么对互联网这个行业 好像表现得很漠然似的 也不是漠然 我感觉我这个就像这个互联网的行业的话 就是天生没有那么太喜欢 我们那也是农村 就是我的亲 我的亲人对这个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他们都是这个做这种实业的 大家从你的气质 以及你不热爱自己的专业 你不好好学习 总想着赚钱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就你的销售可能会一直处于那种中低端的销售 低端也好 我感觉不太合适 因为他们没有经历 很简单的 因为这个导游的话跟这个普通的销售还是两个概念 根本都不是不是一块的事 有一个问题啊 戴金远杰 就是刚才你很直接的哈 那你原来就在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挣四万块钱 对吧 对 那你现在需要四千块钱需要干一年才挣将近五万块 那你能安定吗 首先呢 首先的话可以安定 这个钱的话不是什么问题 其实我更多的是想尝试一下 钱的话对于我来说就是这个现在的工资多少 当然是这个越多越好 如果是我一厢企业的话 但是呢 钱是肯定是没有前途重要的 现在问一个问题啊 其实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对你的家产有误解啊 其实五百头羊 其实有一些 五百头羊也没有多少钱 其实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 家庭情况的话算是这个普通 稍微好一点 其实那边的羊 那你为什么不在乎钱呢 那你找这份工作你是为了啥吗 为了是有 现在不这个不这个计较这个钱的多少啊 是为了以后挣大钱 他是来学本领的 家境殷实也所指的是在当地 算还可以 他对于像侯学军那 像张胜斌这 像这个斯凯勒这 都非常适合 乃至于其实李群那 我这也很适合 稍微稍微差一点 我们在围场有基地 我是做马铃薯系列产品的 我们做薯条 来吧 我可以给你乘得的岗 还有又盏灯 聚焦社也为你提供的是销售岗 工作地点在北京 然后薪资是五千五家 在这个岗位上平均工资应该是能过万的 然后包持住 三亚网给你提供的是一个TMK的岗位 底薪是三千五百元起 催生生薯条给你的职位是一个销售的岗 你可以在成德 要经常的出差属于在河北省的 就是说你跟高端客户打交道 我是觉得你现在真的是不够 你自己要好好想想 你要做些什么来弥补这些东西 你要成长 因为这才是你想要的 斯凯勒给你的岗位是在我们 那个旗舰店做销售顾问 然后工作地点在北京 然后给你的底薪是四千 斯拉斯给你的岗位是采购 因为我觉得你还是挺合适的 底薪是四千 六人游定制旅行 给你的岗位是旅游顾问的助理 薪酬是四千加 二流两盏灯灭掉其境外的四盏灯 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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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邀请李群抄袭谈钱不上感情 来吧 你有问题问吗 问他们俩 就是说 健康渠道吧 我觉得在短期内做到河北省的经理 是可以的 销售经理 再往后你可以做华北的大区经理 是这样的 就是在一家相对正规的企业里面 它的晋升渠道是公开的 所以说这个 我相信你入职了之后会给你做一个完整的培训 考虑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你的选择是 翠生生 其实我感觉我今天展示着就是可能有点焦躁 并不是我平常这个沉稳的样子 因为也是这个第一次上这个这么大的舞台 地方是不错的 我相信这个 事情是在